丹麥首相弗瑞德里克森 稍早是传出 在首都哥本哈根 遭到不明男子殴打 CNN引述了首相办公室的声明 他说弗瑞德里克森 是在哥本哈根的公共场所 突然被一名男子袭击 不过这一位男子 也随即遭到了逮捕 首相办公室说 目前尚未得知 首相是否受伤 也不清楚这位男子的犯动机 而首相本人 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的震惊 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而拉脱维亚的总理 则是在第一时间 在推特上发表慰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